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前任别后 远远在不来 无意得错 放眼中心 声发谁会丢借 但会再开 一心所我因弱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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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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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凡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YK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 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 是否这次我将一些不回头 走向那条慢慢永远至今的路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 是否泪水已敢不再流 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心都生出人孤独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 只会挽回我将远去的角度 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 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 我不在乎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 是否泪水已敢不再流 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情都生出人孤独 是否这次我曾说的那句话 是否这次我将见得离开你 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 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青岛身处人孤独 青岛身处人孤独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 看见一对恋人相扶一位 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 刹那间我泪如雨下 昨夜我静待灵雨中 望着皆对眉弄不够 那一刻仿佛回到总结 无忧的我一泪流满面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 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 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 当我想你的时候 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 从七年对一切说再见 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 在回望来临的时候 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 彼此还却乒乓一微笑 我们像朋友们回首道别 川过身后一类浪漫面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 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 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 那我想你的时候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 至少有一些人给我安慰 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 当我想你的时候 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 当我想你的时候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 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 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 当我想你的时候 至少有一些人给我安慰 至少有十年不太毫名 至少有十年不太少 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泡 的时候 如果两个人的天堂 像是温馨的墙 囚禁你的梦想 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 候鸟失去了南方 如果你对天空向往 渴望一双翅膀 放手让你飞翔 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 听从凋谢的时光 浪漫如果变成了千百 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 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 抛开诺言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 让真爱带我走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结束天长地久 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 让真爱带我走 说分手 让真爱带我走 不愿意 无论发生任何事 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如果两个人的天堂 想吃温馨的墙 求尽你的梦想 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 候鸟失去了南方 如果你对天空相望 渴望一双翅膀 放手让你飞翔 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 听从凋谢的时光 浪漫如果变成了千百 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 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 抛开诺言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我们享受若让你付出所有 让真爱带我走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结束天长地久 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 让真爱带我走 为了你 为了你失去你 让真爱带我走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结束天长地久 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 让真爱带我走 让真爱带我走 说分手 或计划 声 Inspector 唯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长江长千里 黄河水不停 江山依旧人士已飞 只剩五月照进城 我父母神仙 小丽朝英雄 再造一个辉煌的庞江和塘土 我父母神仙 我父母神仙 江江长千里 黄河水不停 江山依旧人士已飞 只剩五月照进城 我父母神仙 小丽朝英雄 再造一个辉煌的庞江和塘土 我父母神仙 上江长千里 黄河水不停 江山依旧人士已飞 只剩五月照进城 我父母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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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丽朝英雄 再造一个辉煌的庞江和塘土 再造一个辉煌的庞江和塘土 我父母神仙 曾经年少爱追梦 一生只想往前飞 心遍千山和万岁 一路走来不能回 果然会说情依略 神不由己在天边 才明白爱恨情仇 最伤最痛是后悔 如果你不成心碎 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当我眼中有泪 别问我是为谁 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啊 给我一杯忘情碎 换我一夜不流泪 所有真心真意 任他与他风吹 付出的爱受不悔 给我一杯忘情碎 换我一生不伤悲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我会心碎 心恋少爱追梦 一心只想往前飞 心片间山河万岁 一路走来不能回 果然回首情一约 神不由己在天边 才明白爱恨情愁 最伤最痛是后悔 如果你不成心碎 你也不会懂得我伤悲 当我眼中有灵 别问我是为谁 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给我一杯忘情碎 换我一夜不流泪 所有真心真意 任他遇到风吹 不出的爱受不回 给我一杯忘情碎 换我一生不伤悲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啊 给我一杯忘情碎 换我一夜不流泪 所有真心真意 任他遇到风吹 不出的爱受不回 啊 给我一杯忘情碎 换我一生不伤悲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优优独的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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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始终成乎只有天智 披失头发独自行 得失为无事 作条种种梦 难忘再有事 就与他永久别离 未去想那非和事 未记起从前明知 在这个时刻 柯文哲突然弄了一个介入片 阿伯回来了 把他一二四晚上 那个焦虑不安 哪个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傻在那个地方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丢出来 真的为了2020吗 现在民党跟他的关系 还有可能修复吗 其实柯文哲在这次选战之前的民调 大概就已经知道说 胜负的差距是交给老天爷来决定 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因为在选前的民调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柯文哲是已经输给丁守中3% 但是是在误差范围内 所以最后柯文哲能够顺利当选 台北市长 其实主要当然还是天命 那既然有这个天命 柯文哲有没有机会顺势挑战2020 我觉得当然是有可能 因为毕竟柯文哲 这次经过蓝绿的夹杀 成为台湾最大部位之后 他要走自己的路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 士林大同的补选里面 他跟民进党划清界线 一方面也是要表态说 我已经不需要再靠绿营 然后另外一方面 他现在对绿营的态度 其实相较于过去 很明显的 他是保持一个相当远的距离 也就是说 过去在很多的 例如说议长选举里面 他可能会愿意跟民进党合作 但是现在他连谈都不愿意谈 包括这次的立委补选 他也不愿意跟民进党谈 而反而大家认为说 他反而跟国民党会比较好 他去按住陈景祥 这是现在所传出来 陈振中所提到说 柯文哲有透过一些人 来去跟这些有客议员讲 请他们支持陈景祥 所以这个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发生 所以你认为说 柯文哲现在 其实是试图去往蓝营 去抢浅蓝的票 因为柯文哲他知道他的基础 他已经拿到一些浅绿的票 中间选民的票 而在这次台北市长里面 他发现浅蓝的票 其实是犹疑的 其实不是他可以牢牢掌握的 最后可能浅蓝会归队 那如果柯文哲有机会想要顺势挑战2020 他一定要能够拿到浅蓝的票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他开始想要从中间再往浅蓝 去靠拢 能够牢牢地抓住浅蓝的票 他才有机会挑战2020 而陈思雨的当选与否 我觉得跟柯文哲挑战2020 不一定有绝对的相关 因为陈思雨只是柯文哲一个试金石 他想要知道说 一方面他是表态说 他跟绿营划清界线 另一方面借由陈思雨的选举方式 他又不断地去修正 2020如何推出一个立委人选 是有机会当选 然后又可以让柯文哲 可以再更上一层楼 我觉得柯文哲的布局跟计划 其实整个谋略他都算得非常的清楚 他有心机这么重吗 应该是说 因为柯文哲智商比较高 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 其实他内心里面 都有一些计划跟想法 而柯文哲这个人 其实他也不需要什么目量 你也发现说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选举的顾问 或操盘手 他自己就是自己选战的操盘手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谋略 都在他自己的心里 过去的人情王一定是柯文哲 他也享受了所有的媒体 跟网络的关怀 可是现在被韩国瑜抢去了 我最近好久没有听到柯P 阿伯的声音了 结果他现在什么 弄了一个选举的纪录片 阿伯回来了 对 宝贞哥 现在大家在看关键时刻的同时 其实可能八点多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网络上看这个影片了 柯文哲的纪录片 他在今天晚上首播 他播出什么 他播出台湾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政治人物所拍的这个过程 你看他在干什么 他在吃便当 这个时间是11月24号的晚上 6点半到7点的时候 开票的时候 他常在吃便当 他常在看开票 越看着 面越临重 他想说 我这些可能我要落选 你看 时间是晚上 开票的过程 晚上6点15分的时候 他越看 然后旁边的拍记录片的幕僚 就问他说 阿伯你会输哦 他说对 我可能会输哦 这怎么办 输了以后 整个台北市场就会卡住了 他把柯文哲当天晚上 在看开票的过程当中 那种忐忑 以及频频 转过去看票数 落后100票 落后200票 怎么办 然后呢 还有一个镜头是 他拿着他的便当 就站在他市场那边 看这个电视 连续看了好几分钟 傻掉了 一口饭都没吃吗 阿伯那天晚上的 心情的整个焦虑 就是这样子 老杰哥你看 手给他的便当 一口饭都没有吃 也没有心情吃饭 他在看这个开票的过程当中 他手上拿了一个 幕僚准备的便当 就站在 这个市场市的门口 就在那边看那个电视 电视在这个墙的后面 足足看了超过30秒 傻掉了 所以呢 柯文哲其实内心 在开票的当天 虽然事后都讲说 我凉血压 我这个心跳什么 假装很坚强 可是其实 这个纪录片要告诉你 阿伯没有你想象中 那么坚强 所以宝洁哥 这个时候 才刚刚上任两天 居然出这个纪录片 你觉得他要做什么 不是我不懂啊 就是 我觉得看这个东西 我会心酸啊 我如果是柯粉 我会觉得阿伯好可怜 没有叫阿伯在那个晚上 他心里面 受了这么多的折磨 对 宝洁哥你讲对了 如果你是柯粉 你会很心酸啊 原来我们所支持的阿伯 他曾经这么脆弱 他在办公室 等待失败的来临 就最后 奇迹发生了 他没有输 所以宝洁哥 这个影片 拍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这样 可是既然都赢了 那就糊糊掉 这个影片就跌地跌就好了 不用放了嘛 就因为我还是强者 我干嘛把我脆弱那些给他 你失职做嘛 我是王者嘛 没有 王者需要示弱 当柯文哲 他居然示弱 把影片放出来的同时 就是宝洁哥讲的 他要把柯粉那种 情绪顶到最高 因为阿伯可能要选2020 因为他可能要选 他需要更多人出来挺他 他需要更多人 避免当天 这个迷惘的柯文哲状况 再发生 不要再迷惘了 不要再犹豫了 不管未来 见神杀神 见佛杀佛 我只要出来选 我挺陈思宇 你就支持陈思宇 我选总统 你就支持我选总统 不要再让我在电视前面 看了半天 不知道自己是输是赢 所以说这个进入片 是他的攻击号角 他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 再告诉所有柯文哲的支持者 当然他不会跟你讲那么多 他说这是我的市政的记录 可是他那个过程 你再看 整个过程看完之后 你会发现说 原来那一天晚上 柯文哲在面对蓝绿夹杀 情况之下 他是非常可能败掉 这次选举的 所以如果你是 他是有焦虑的 他有不安的 他有痛苦的 如果你是柯黑 你就往他的痛处打 如果你是柯粉 你就不要让他再一次的 面对这样的一个彷徨无助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讯号 就是告诉人家 你如果支持柯文哲 你不要再犹豫 你必须把所有的票 全部投给他 副市长曾经去 他也公开讲了 他说他认为 其实柯文哲是 有心要选2020的 他一个健身观察 他觉得说 这个我是副市长 他是市长 我看他这么久 他应该是要选 但是要先看明年的风向 那明年的风向就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蓝绿到底是推谁 第二个就是 柯文哲在立委的补选当中 他到底能不能发挥 我自己之外 我还可以推 所有我的代言人 而这个意象 就会跟王金平一样的套路 立委们也夹过来 大家讲说我要选立委 我到底要是跟王金平合作 还是要跟柯文哲合作 如果跟柯文哲合作 会有效果的话 那当然就会有人选 过来要跟柯文哲合作 法杰克他有一点就是 他不只是在这个媒体上面 有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他在整个的局势上面 有那样的布局 他还跟管忠敏 他各方结缘 跟管忠敏 管案是不是现在 已经尘埃落定了 对 但是你知道 在管案尘埃落定之前 柯文哲曾经跟管忠敏 在11月24号当选之后 见过面吗 他们曾经见过面 因为一个是台大的教授 他也是台大的教授 他们曾经见面 柯文哲在跟管忠敏 沟通过当中 他承诺管忠敏 如果我能做到的 我会帮你 所以你记得吗 我是台大教授的身份 认为应该让管忠敏上任 是谁在跟蔡总统见面之前 公开对着这个案子表态 认为管忠敏应该上任 就是柯文哲 而且柯文哲讲完之后 没过几天 管忠敏真的上任了 所以他跟管忠敏释出了讯号 他跟台大的这些 医界跟学政也释出了讯号 他同时还跟谁释出讯号 他跟绿营的人释出讯号 你要知道这个人是谁 陈明文 陈明文是小英的大将 结果现在陈明文的儿子 居然跑到台北市政府 去当复发言人 他叫陈冠廷 当然年轻人优秀 应该给机会 可是这个关系也太敏感了吧 陈明文的儿子 可以进到我市政府 李嘉靖的儿子 也进到市长室 去当一个专门委员 一个国民党 一个民进党 所以其实基本上 他在蓝跟绿方面 他已经全面的布局 我有网络 我有年轻人 我有蓝绿的 各式的这样的一个派系 我还有医界跟学界 这是柯文哲 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看后续怎么做决定 韩国瑜我就是问 那我直接去问你 像你旁边站的这个市长 是不是就是你说的 男人世界里面的 俗辣 没有担当 昨天晚上不是有 超级大月亮 王毅元看了没有 六十八年来最大的月亮 你看了没有 御元 秃子跟着月亮走 你听过没有 谁是秃子 谁是月亮 你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 韩国瑜 那韩国瑜圣杯 第一个出来 三个都是圣杯 就是说非常奇怪 三个圣杯 各位来看最后的 就是四十年 四十年前虚报应 好 公元 公元 公元行满 有心儿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他四十年前应该做过善事 四十年后别人要回报 一定会功德圆满 所以他选上了高雄市长 各位来看 这个签是上上签 那你更重要的是这一首 但把精神葬佛词 所以各位去看 这次高雄市长选举 你韩国瑜看到庙 你尤其是佛教的庙室 庙官 他一定虔诚的祭拜 所以他为什么三番两次 去看新云大师 是要受佛呢 就是证明了 刘秉伟他签诗里面 讲的这些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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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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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